哈囉 大家好 我是麒麟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瑤 他們說想要看愛心耶 有這個可能性嗎 啊 天啊 我們兩個剛剛在車上一直想說 怎麼辦 我們兩個要幹嘛 我趕快想到 羚羊CP首次紅毯處女秀 就獻給知名時尚活動 從他上紅毯到訪問 不知道小記者就被全粉多少次 家人有看過 是立方有看過今天的定妝照嗎 我們在 出來前 我們有先都有傳給女朋友看 那兩位女朋友的白衣是什麼 他是說我很可愛 他說你很可愛 你呢 他是覺得還不錯啊 就是不同的風格 而且其實很特別是 你們還故意都做了一種 對比的反差 但是又感覺又是同一個團體 一個group對不對 因為我們是一體 今天緊張嗎 很緊張啊 因為畢竟是自己不熟悉的領域 對 而且又是時尚 對於我們運動員來講 算是一個新的領域 我們就一直在想說 我們很緊張 然後我們會不會等一下 走路會不會跌倒啊 對 我們一般還開玩笑說 我們走紅毯走到一半的時候 我就突然跪下去 然後他突然這樣往後仰 跪下去要幹嘛 就做那個我們那個 紅毯那個圖案 然後想說還是比較好人是在衣服 那兩位的女友有沒有跟你說了什麼樣的話 他原本有說他想要來 然後我說 我怕可能比較沒辦法見到 所以我就說那你還 對 先回家好了 對 所以你有特別傳給他這套衣服嗎 對 讓他先看過覺得好看 我們穿才有意義嘛 對 那他如果覺得不好看怎麼辦 我們再去做搭配 對對對 那麒麟呢 沒有就有分享啦 然後覺得就是不同的樣貌 就覺得 還不錯 有沒有覺得自從回來之後 私生活的部分感覺好像又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隱私的 自己覺得 嗯 我覺得我們 就正常交往 但是希望就是給我們 自己的私生活的空間 對對對 那這樣會不會以後出去之後 又開始注意自己的那個 儀態啊 狀態什麼的 對對對 就是 不能穿太大塔 沒有啦 還好就正常的正常 你想試一下有買過什麼樣的東西嗎 在逛百貨公司的時候 我比較少物慾耶 物慾比較低 對我物慾比較低 所以其實 很多衣服啊 什麼都穿好幾年 三四年 四五年啊 對 其實到現在還在穿大學 嗯 我啦 我物慾比較低一點 大部分 買東西的時候 都是送別人生日禮物 那情人節禮物有看 情人節禮物 只要感情愉快 每天都是情人節 哦 他講話 那喜靈呢 他剛剛講得很好 那我就 隨意逛逛啦 就隨意逛 看到喜歡的就會注足一下 你是不是比較會花錢的那種 這樣講嗎 呃 就是比較 願意付出的那一種 對 所以你有預算嗎 買什麼東西的 還是要有啦 就自己心裡還是有一把尺 不能太快 最貴的禮物是什麼 最貴的禮物是什麼 送我爸的那台車子吧 對對對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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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